家里面有飞机的人都知道 燃气轮机发动机 主要包括压气机 燃烧室和涡轮 三者又何称为核心机 而要看一台发动机 是不是先进 够不够有劲 一定离不开一个参数 就是涡轮进口温度 从燃烧室出来 流进涡轮的这些高温燃气 它温度越高 你就可以说这发动机 它越牛逼 具体是怎么个事呢 咱拎出来几台发动机 比较比较 目前国产战斗机的 主力发动机是涡扇10 也就是太航 2001年 太航发动机的总设计师 张恩和发了一篇论文 里面有个表格 说某涡扇机的涡轮进口温度 是1747K 明眼人都清楚 这个某涡扇机 指的就是涡扇10 最近20年 涡扇10已经改了好多版本 后缀的数量 可能都不亚于轰6了 但据我粗浅的了解 这种小版本更新 一般不会改动核心机 也就是涡轮进口温度 很可能还是1747K 而涡扇10的大版本更新 也就是加20 眼巴巴等着的涡扇15 鹅没发动机 这两年也时不时露个面 但毕竟还没有正式服役 依然处在研制阶段 所以它的参数 具体是多少 咱也不知道 网上查到的不太保真的数据 说它的涡轮进口温度 是1850K 相比涡扇10 高了大约100度 具体这个数准不准 欢迎沈阳606所的同志们 积极踊跃发言 我给你置顶 看完中国的 再瞅一瞅咱们 一一带水的邻邦 隔壁美国的 毕竟老话说的好啊 你可以说鹰降坏 但不能说鹰降菜 他们家的发动机 哎 街坊邻居都说好 F35战斗机用的发动机 F135 查到的不保真数据 涡轮进口温度2260K 接近2000度 比涡扇15又高了400多度 of course if anyone works at Pred Whitney please feel free to provide first-hand information Thanks very much 从这三台机器的比较 已经证明了前面那句话 发动机越先进 它涡轮进口温度越高 其实这个规律啊 我拎出来一条公式 就能交代的明明白白 不管你是哪国的发动机 是第几代 只要你还基于布雷顿循环 那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它核心机的效率 都是这么算的 分母舱这个T3 就是涡轮进口温度 你拿出来你小学 四年级的知识 合计合计 是不是T3越大 发动机的效率就越高 机器的效率一高 那啥事都好办了 烧同样多的油 就能做同样多的工 踩同样深的油门 也能得到更大的推力 反正总之提高涡轮进口温度 那哪哪都好使 那你说 好 道理我已经略懂一二了 你就告诉我怎么操作 才能提高涡轮进口温度 我想把后院那几台发动机 改一改 你想啊 流进涡轮的那些热气 它来自前面的燃烧室 用航空煤油烧出来的 想提高烧火的温度 并不难 多给油 多给空气 温度就可以提上来 那隔壁烧锅炉的王大爷 他就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 咱们之所以没有搞出来一台 涡轮进口温度3000度的发动机 绝对不可能是咱火烧的不够旺 它真正的门槛 其实是发动机里面的零件 能不能扛得住如此高的温度 而这些零件 首当其冲呢 就是发动机 涡轮叶片 我手里面拿的这个就是涡轮叶片 CFM56发动机上拆下来的 同样来自机瓶液化的飞驰航空 需要的话可以去评论区链接整一个 非常精致 咱们知道涡轮是一个功能转换部件 说人话 就是它的使命是把高温燃气里面的能量压榨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涡轮叶片要承受高温 同时还要以极快的速度旋转 具体有多快 不同的发动机还不一样 从客机的每分钟四五千转 到战斗机的两三万转都有 转这么快 那离心力指定很大呀 换句话说 也就是涡轮叶片在被上千度的高温烧的同时 还要承受很大的拉力 操活累活都是它干 之前呢 我也给大家展示过 同样来自飞驰航空的牙气级叶片 相比之下 这涡轮叶片真的是傻大厨们 它活的憋屈多了 而且我拿这个涡轮叶片 它还来自发动机高压涡轮的第一级 干的活是最脏最累的 也正是因为涡轮叶片工作环境非常恶劣 所以自从喷气发动机出现以来 全世界都卯着劲 说是全世界 其实也就那三五个国家 一把手就数得过来 想尽办法让叶片承受更高的温度 首先是让叶片的材料本身越来越耐高温 毕竟老话说 打铁还需自身硬 于是涡轮叶片的材料 从最早的高温不锈钢变成了更耐操的高温合金 随着镍 骨 隔 木等冷门金属的逐渐加入 高温合金已经成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主流材料了 包括前面提到的F135 它用的也是高温合金 然而材料科学的进步是很慢的 尤其是这种耐高温的小众材料 这一点材料专业的同学可能深有体会 进步慢 这可能也是材料有性和生化环并列的原因之一 不过学材料的不用灰心 22世纪肯定是属于材料的 过去的这半个世纪 高温合金的耐受温度也就提高了500度左右 即使是最高级的丹晶合金 它的耐受温度也就1000度出头 能到1100度那是顶呱呱的好东西了 1100度虽然已经很高了 但是相比前面提到的涡轮进口温度小2000度 它根本不够用啊 这高温合金在里面你别说干活了 自拉一下就被烧化了 没办法 航空工程师等不起材料的进步了 再等就要把自己等失业了 所以就开始想其他的旁门左道 想办法让叶片更耐烧 据统计啊在最近这几十年 涡轮进口温度的提高 其中只有30% 是因为材料的进步 其余70%靠的是叶片冷却技术 早期的冷却技术之一 相当的简单粗暴啊 就是往发动机里面喷水 飞机在起飞时需要发动机更大的推力 所以要蒙给油 为了防止叶片被烧坏 就同步往发动机里面喷水 或者喷酒精 喷水的作用之一 就是通过蒸发吸热来降低涡轮叶片表面的温度 当然喷水的坏处也有很多 其中一点 那是显而易见的 这大黑烟 环保局看见了都气得牙根的痒啊 给发动机喷水的方法实在是不体面 早就已经淘汰了 现在流行的冷却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在表面涂热胀涂层 也就是用一层内高温 并且导热很差的物质涂在叶片表面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你没有学过传热学也能明白 就跟王大爷烧锅炉的时候 戴着手套是一回事 发动机里面涂的隔热涂层一般是陶瓷 当然不是咱喝茶用的这种陶瓷 这水杯你装杯热水都烫手 你还想保护叶片呢 发动机用的陶瓷通常是各种稀有金属的氧化物 像氧化磷了 氧化钢了 还有各种我看见表达是都不知道咋读的元素 涂层的隔热能力 我看到有个数据 说0.015毫米厚的涂层就能让温度降低170度 确实有点东西 但是还不够 除了涂层 另一个更有效的冷却办法 就是给涡轮叶片通冷气 这些冷气来自哪呢 来自燃烧室前面的高压压气急 所以啊 懂行的人已经明白了 这个所谓的冷气只是相对的冷 那也有200度呢 喷你手上照样起泡 来自压气急的冷气 在涡轮叶片里面流动 流动的同时把热量给带走 温度也就降下来了 同时 有的冷气还会从叶片表面上的小孔流出来 形成一层薄薄的气膜 把脆弱的叶片和外界高温隔离开 从刚才这个描述 你应该也能听出来 这涡轮叶片它得是空心的 你不然空气咋在里面流动啊 哎 这也是涡轮叶片和压气急叶片最大的区别 说到这 插一嘴 如果你从鸡瓶液化的店里面下单了一个涡轮叶片 结果这个奸商嘴里念念有词 说什么孩子要上学 老婆要买包 家里的甲壳虫要换保时捷911 然后凡手给你发了个更便宜的压气急叶片 你收到货之后呢 即使对傻大粗笨没有概念 你通过这个叶片表面呢 这些小孔也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骗 而且呢 涡轮叶片的包装 相对来说也更豪华一些 里面还送了一个CFM的叫冰箱贴 这个盒子你拿出去 拿出去送里 也很装逼啊 你看这个叶片它表面这些孔啊 看似密密麻麻 但它们可不是乱打的 肯定是有讲究的 如何用更少的气来起到更好的冷却效果 这是一门学问 关于涡轮叶片里面的冷却结构怎么设计 在哪打孔 打多少孔 打多大的孔 我发现有很多论文在研究这个 各种角度都有 但普遍呢 都离不开计算机仿真 论文里面也有很多花花绿绿的云图 模拟用的软件 也基本都是美国ANSAS公司的FLUENT 相信这也是大部分功课生 接触CFD仿真后学的第一款软件 但是你说 咱也不能一直用别人的呀 而且说不定哪天你花钱 人家都不见得让你用 所以欢迎工科生们 去尝试一下咱们国产的流体仿真软件 名字叫ASFD 你去天福的官网下载了 就能免费给你用30天 这款软件我也经常用 算常见的流体 换热或者流过偶盒 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不是我太懒 今天怎么着给你操作一下 用ASFD算涡轮叶片的冷却 另外呢 关于叶片上的这些中控结构和小孔 它们在起到散热效果的同时 你想想 是不是还有副作用 那肯定有 你还记得咱刚才说的吗 涡轮叶片面临的工作环境 可以说是飞机发动机里面 最恶劣的了 高温叠加高转速 那叶片的强度肯定很重要 不然直接就给拽断了 但是你想 你在本就脆弱的叶片上 又给它打这么多孔 是不是会不可避免的破坏它的结构强度 会 肯定会 所以这时 你除了要计算它的散热效果 还要再计算它的结构强度 看打孔之后 这个强度还能不能满足要求 结构强度仿真比流体仿真应用更广 但是很可惜 这个领域也基本被国外软件给占领了 你就说你算有限员用的工具是哪国的 说到这儿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咱们国产的强度仿真软件 AFEM和ASFD来自同一家公司 你也可以下载来试一试 感受一下目前国产工业软件出在什么阶段 提提意见 好了 今天世界群不断了 很久没有做这么长的视频了 醒过了 你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个赞 分享视频到详情详爱一家人的贾定骏 让大一和而就 给你以期进步 咱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